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Osmallax 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文具是Generation Toy Dump Truck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那在盒子的正面呢 這裡就是我們的Generation Toy Dump Truck 這款玩具等了非常非常久才出了這個第五款的這個Dump Truck 盒子的正面呢這裡有一個Dump Truck的一個人形的一個插畫 那盒子的一半的風格都是一樣的 然後下面呢這個插畫延續到底部來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畫的是相當不錯的 在盒子的側面呢是沒有什麼東西的 盒子的背面呢全部都是一樣,一個大力神的一個插畫 然後盒子上面呢這邊有一個Generation Toy 那盒子呢是一個風套 打開來呢裡面呢則是有一個Generation Toy的Logo 那裡面呢是一個泡棉 那盒子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呢它有附帶一個 這個頭雕 那這個頭雕呢是它原本的一個設計的一個頭雕 我是沒有把它打開來過 那我就好像看不清楚 那我就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大概長什麼鳥樣 那這個頭雕呢拿出來 長的呢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款玩具它是已經把那個替換的頭雕已經幫你裝好了 這個呢則是它原本的一個設計的一個頭雕 那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把它丟到旁邊去滾開這個東西滾開 然後它有附帶一個說明書 這個Dump Truck就是裝卸車 那這裡有一個人形的插畫 它這個人形的插畫呢這個頭雕 就是剛剛那個頭雕 那現在這款玩具呢已經替換成一個 跟G1造型比較類似的一個頭雕 那這個說明書呢長的都是一樣的啦 那裡面呢有一個人形的照片 那圖片都非常大張 說的也是算是清楚啦 有些地方是沒有解釋的非常清楚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說明書呢之前都還有一個塑膠袋封套 那這一次呢那個塑膠袋都給你省掉了 感覺是可能是很急的出貨還是怎麼樣吧 連裝都懶得給你裝了 那說明書把它丟到旁邊去 那這個玩具呢這個Dump Truck 也就是我們的Long Hole G1的Long Hole 這個是一個裝載車載具型態之下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裝載一些砂石啊 比較大型的一個載具的一個型態 那上面這個部件呢這個是 大力神胸口的一個零件喔 那可以收納在這個 這個裝載車的車上上面 然後翻到後面來看呢 這邊就是看起來有點鳥齁 這邊這個地方看起來是鳥鳥的 然後看到側面呢看起來是不錯的啦 然後看到正面正面是非常屌的 我覺得細節刻畫做的相當的不錯 看到上面呢這個東西呢就 我們待會再來看啦 先把它拔起來好了 這個東西就裝在這裡 像這個樣子 那拔起來之後呢 上面這個空空洞洞的東西呢 就一覽無遺喔 春光外洩 可以看到機器人的胯下 這個載具之下呢最難看的一個面喔 就是這個面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東東 這個東東呢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把它打開來喔 這邊也把它打開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轉這個樣子 轉這個樣子 這個呢 這個應該就這樣子吧 那這個東西呢是安裝在這個合體之後的這個大力神的胸口之上 的一個物件喔 那這邊有留一塊地方讓你貼這個狂派的貼紙 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裝在這個車上呢 其實是不好看的 裝在上面 是扣分的 基本上 這個東西就這樣裝在上面 並不會讓這個載具看起來更加分喔 所以我們就把它丟丟丟丟到旁邊去 滾到旁邊去喔 那我們來看這個載具 首先呢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細節好了 在車頭的部位呢 這個刻畫都相當精細喔 刻畫的相當不錯 這個有樓梯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刻畫的蠻多的 然後漆呢這邊有金色的漆 銀色的漆 車燈啊方向燈都有上漆 然後呢在這個駕駛艙的部位呢 駕駛艙這個好恐怖 駕駛艙的部位是一個透明部件 那你剛剛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軟 這是一個軟膠件 然後連接的點就只有旁邊這個點而已 這個所以感覺是很恐怖的喔 不太敢去動它 怕它會斷掉你知道嗎 這個設計喔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或者是增加一個連接的點 只有一個點在這邊 看起來是有點脆弱的喔 看到車子的側面呢 側面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喔 然後輪胎呢是一個橡膠輪胎 然後輪框是有上一個銀漆的 那這邊呢是有一個機械的刻畫喔 刻畫的是還OK 那有上一個銀漆 那看到後面來呢 這邊有一個塗裝喔 這個黃色的線條 這個錦式的線條 然後呢車尾的地方呢就有點 有點爛尾喔 這個東西 這塊東西是可以 扳的很緊非常緊 這應該是合體用的那個 腳的一個關節喔 然後如果扳上去呢看起來是會好一點 但是變成人形之後這個輪胎會變得收不進去 所以我會選擇 把它扳成這個樣子喔 在變形的時候會比較好變形 然後武器呢是收納在這個地方的 齁 那就類似一個排氣管的一個造型 那這個是還不錯的 然後呢看到這個裝載砂石的這一塊東西喔 它應該是一個平面的東西喔 它應該是要是一個平面它才能夠裝載砂石 然後呢它應該是要能夠活動的 可以這樣子 往上抬 然後把砂石這樣倒下來 真正的載具應該是要這個樣子 那這款玩具呢在載具的型態之下呢 它這邊呢就是完全就放棄了 稍微啦這邊這個是大力神這個庫當的一個地方喔 稍微彌補了一下 呃這上半部這個一個空洞啊 那後面也是 基本上這個就 就不是很好看啊 齁 在這個載具之下呢這個是最弱的一點喔 然後 這邊還凸了一塊東西起來 齁 凸了這一塊東西起來好像一個 這什麼神主牌嗎 對啊你凸這一塊到底要幹嘛 而且這不能往下收 它只能夠凸在這邊 所以說呢這個是蠻扣分的一個東西喔 好看到另外一面呢基本上是一樣的 前面看過了 那這個載具呢 細節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拿出手邊有的這個砂石車 來比較一下的話呢 我們拿出電影版本的 電影版本的這個Longhole 那兩款放在一起呢基本上看起來 尺寸是差不多的 這個比較高一點 但是以它的 長度以及寬度以及高度來說 基本上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輪胎的大小看起來也是差不多的 齁 所以說呢我覺得這兩款基本上 算是同一個尺寸的一個玩具 把它立起來看呢基本上 看起來長度也是差不多的齁 那把這兩款玩具呢擺在一起 比較一下呢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上面這塊的部分呢 這個電影版本的這一款是做的比這個 好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呢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 電影這個版本 它是可以 像真實的那個車子一樣 這塊東西是可以活動的 可以有一個角度把砂石倒下去 所以說呢基本上這一款的載具呢是比 電影這個 Longhole的這個砂石車 做的 差 個人是這樣認為啦 電影這款呢我個人是覺得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 做的是比較好一點 那風格來說 這個是見仁見智啦 但是就這個載具呢應該有的一個型態來說呢 個人是覺得這個是做的比較好 這個整個應該是一個平面的齁 那這個是就空空洞洞的 齁 就不是很好看 那這個呢 呃跟電影的版本這個叫它下去休息 滾到下面去滾到旁邊去 那如果我們拿出這個 這個大家夥 這個是那個Combine War的這個日版的 大力神 的Longhole 那這官方的東西呢 尺寸是贏的非常多 但是呢細節呢就輸了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看起來 呃是我們這個Generation Toy的這一款 細節是好非常多的啦 那看到後面呢 這個也沒多好看啊 連個排氣管都沒有 那上面呢是 呃比較完整的一個面啊 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凹凸啊什麼東西 這個 這兩塊東西 那上面其實來說是比這款好的 這邊是官方勝利 這一塊東西是官方勝利 那看到旁邊呢基本上 嗯 這個尺寸是比較大的 大一號 那車頭來說呢細節度 呃當然是我們這個Generation Toy這個細節 表現的是好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們把它拿下去叫它滾到下面去 去下面休息 齁 那我們這款這個沙石車呢 呃不是 那我們這款這個裝卸車呢 基本上在載具形態之下 呃我覺得是表現的最差的一個形態齁 那在人型以及合體的一個形態呢 則是表現的非常好 齁 它基本上呢就是 怎麼說我覺得它是 呃保全了人型以及合體的一個形態 而犧牲了一個載具上的一個形態齁 齁 那除了這個面之外其實來說 呃車頭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是OK的啦 齁基本上是能夠接受的 並沒有說非常非常差齁 那這個載具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 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齁 齁首先 首先先把這旁邊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鬆開齁 這邊有一個卡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鬆開鬆開了之後就可以把這邊看到下面來 把這邊兩塊往外拉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這個手往下轉把這一塊東西轉到這邊來扣起來像這個樣子 然後旁邊這一塊旋轉180度 然後後面這邊把它往下折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把它往後扳像這個樣子一隻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拳頭旋轉旋轉180度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旋轉不是這裡 然後一隻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比照辦理 把這個東西往下轉然後拳頭把它翻過來然後把它往下彎 然後拳頭先把它旋轉好了旋轉180度隨便轉下 然後這塊銀色的部件把它旋轉180度這個排氣管朝前面 那這塊東西把它摺下去然後把這個輪胎往後摺 摺摺摺摺摺,折 扣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兩隻手呢變形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下半身 首先我們先把旁邊這邊的卡扣把它鬆開 然後把它折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卡扣 鬆開把它折起來 然後呢這個武器 這個把它稍微分開 武器就會掉下來了 就把它丟到旁邊去滾開喔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腳 搬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搬出來關節非常的緊實 非常的不錯 然後這個東西呢輪胎 這個是有兩個關節的 這邊一個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所以這個要往裡面折 就折成這個樣子啦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這邊有一個部件把它往上搬 扣起來 然後呢 腳底板的部份 在這邊 把它往下搬 然後繼續搬到底 然後再把這一塊 翻出來 它的腳掌的部份 然後呢旁邊這塊東西把它旋轉180度 就像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邊呢也是一樣 把這個輪胎把它收進去 收到這個裡面去 進去 然後呢這個東西 這裡有一個凸要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 再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把它的腳掌 往外翻 這個腳掌 再把它 翻出來 旁邊這塊東西旋轉180度 那基本上呢兩隻腳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鏡頭調高一點 然後呢就把這個腳 這個 這個胸口這個地方 把這邊往下放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這塊部件呢把它稍微移開 把它的頭 頭躲在這裡 這邊 這個東西 是可以打開的 那我們就把它 打開來 像這個樣子 把它打開來 頭就收納在這邊 然後呢把這個頭 搬出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 就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然後把頭旋轉180度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這塊呢 蓋起來 蓋起來 那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差不多囉 看到後面來呢 後面這塊東西呢 再把它放回去 然後這邊有兩塊蓋板 這個說明書是沒有說到的 好像沒有看到 這兩塊呢要打開來 蓋在這裡 然後彌補 彌補它這邊一個空洞的一個 地方 後面這塊東西呢 基本上就 隨便放 基本上我會放成這個樣子 我會把這一塊 折起來 然後 往這邊放 然後再把這兩塊 蓋下來 像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的背包比較小 那基本上呢 這個 這個叫什麼 Dump Truck 我們這款Dump Truck的一個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在我們這款裝卸車變為人型之後呢 看起來是 非常非常正點的 我個人是覺得做的非常的棒 以這種能夠合體的變形金剛而言呢 它是一個下半身的一個主幹 它人型之下四肢比例 我覺得抓的非常精準 非常不錯 然後整個的刻畫 顏色的配色啊 看起來都是 非常正點 非常不錯 然後後面呢 也沒有什麼背包 看起來是非常正點的 然後 輪胎收納在這個小腿這個部位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然後 看到各個角度 都是非常不錯 我個人是 非常滿意 這一款人型之下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它頭雕 它的頭雕呢 做的是非常的正點 整體都有上一個銀漆 質感看起來非常不錯 那如果把這一塊往後翻的話 它整個的一個透光性 這個眼睛後面是一個透明部件 所以它整個眼睛的一個透光性也是非常不錯 是一個橘色的透明部件 那看到胸口的部份呢 這裡就是車頭的一個刻畫 那是非常精細的 非常有層次 顏色也蠻多的 塗裝塗的也不錯 那看到手臂呢 對 手臂這邊我忘了講 這邊有兩個卡扣 是要跟裡面這塊東西扣住的 要稍微旋轉跳躍 旋轉上來 一天到晚在那邊旋轉跳躍 這邊 轉到這個角度 轉到這個角度 然後把它推進去 把它扣住 扣住 這邊就固定住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剛剛變形忘記了 真的是 這個東西把它扣起來 扣 扣起來 好 就像這個樣子 那繼續 手臂基本上刻畫是OK的 這邊有一個 條紋的塗裝 然後手臂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 機械的刻畫 就是掛在手臂的外面 它是沒有一個卡扣的 那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呢 看到腰部呢 基本上這邊有上兩塊銀漆 然後整個大腿的一個部分呢 都是有上銀漆的 然後質感呈現是 非常不錯 非常棒 然後膝蓋的地方呢 這邊是有一個條紋的塗裝 然後整個小腿的 收納以及刻畫 都是相當不錯 然後旁邊這一塊呢 則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卡扣 但是它也不會鬆鬆散散的 掛在旁邊 基本上是還不錯的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呢 基本上 看起來整個造型也是還不錯 這邊還有類似這個進氣孔的這種刻畫 然後有上這個銀漆 應該是銀漆吧 沒錯 然後呢 基本上 這個人物的細節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呢 頭是一個球型關節360度是沒有問題的 上下都可以 然後呢 手臂 這個鬆開了 這個 蠻容易鬆開的 基本上我有扣過 扣的不太緊 手臂 扣緊了之後呢 可以360度 然後呢 會跟旁邊這塊東西有一點碰撞 你看 就是 你看這個角度 你稍微要避開 所以說呢這個東西 是感覺有點危險的 看起來怕怕的 怕怕 這個輪胎 要往後面放 跑到前面來幹什麼 這是要扣成這個樣子的 然後手臂呢 基本上360度沒問題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臂可以差不多平均 但是也會撞到這一塊哦 感覺是有點恐怖的 然後 彎曲是 大概是90度 然後呢 它下面這邊有蠻多關節的 不是下面 就是手臂 拳頭的地方 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然後拳頭這邊還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因為變形的需要 那手臂的可動性是不錯的 然後腰呢 這個大家伙 它是有一個腰轉的 但是這個東西 後面這塊東西要把它 散開 它是腰轉是非常不錯的 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呢 腳 這個裙甲是可以掀開的 腳把它往前踢 非常非常緊 雖然不是齒輪關節 超緊的哦 緊實度是非常緊的 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膝蓋彎曲 膝蓋彎曲大概是90度 然後呢 腳把它翻回來 哦很緊 然後再把它往外是一個齒輪關節哦 可以踢的非常的開哦 可以到一個劈腿的一個程度 然後呢 呃 腳底的部分呢 是有一個接地的 非常的不錯 腳底板也是可以活動的 接地的範圍是不錯的 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款人型之下的可動性呢 做的是相當不錯 我個人是相當滿意的 非常不錯 可以擺出很多 不錯的姿勢 站的很寬也沒有問題 然後它人型之下的比例呢 個人覺得也是做的非常棒的哦 那如果我們拿出這個 剛才拿出來這個電影版本的這個隆後來看 嗯怎麼說呢 他們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一個風格的一個造型 那這個呢 電影版本的呢 它是不能合體的 那基於這樣子的設計考量之下 這一款玩具它是必須兼顧 載具人型還有一個合體之後的一個狀態 然後能夠做到這樣的程度呢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那這款玩具呢 人型載具都做的非常棒 但是呢 它沒有一個合體的一個狀態 基本上在它設計的時候呢 它可以不用考慮合體的狀態 是應該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把它拿下去 叫它滾到下面去 接下來呢 我們拿出官方的合體戰爭 日版的這個 剛才有拿出來看過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非常明顯了吧 這個明顯來說就是官方做的比較好啊 那不然呢 對不對 這個怎麼看 再怎麼看也是官方這款 做的比較棒啊對不對 這個身材的比例 來說還有細節的刻畫 你說是不是 對啊 對啊 而且這個官方這個Longhole 對沒錯 反正就是做的非常棒啊 那 基本上呢 這個兩個擺在一起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對 我剛才在說謊 把他丟到旁邊去 叫他滾開 做那個什麼鳥樣子啊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說呢 能夠合體的情況之下呢 官方那一款做的是 那個樣子 那這一款 Generation Toys 這一款 這個叫什麼 Dump Truck 一直忘記他的名字 Dump Truck 他是能夠合體 成為一個 下半身的一個 組合的一個部件 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個人型的四肢比例 我個人覺得是 做的非常棒的 其他第三方出過的合體的大力神呢 基本上Longhole呢 四肢比例都是非常粗粗短短的 那這款Longhole呢 他的四肢比例 給我的感覺呢 是非常不錯的 其他的那些 版本呢 他們都是那種 感覺就是 四肢粗壯 力大無窮 但是就是那種配角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款呢 卻有一個主角的一個架式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 那擺POSE啊 整個看起來 是蠻帥的 我覺得是 蠻屌的 這個人型之下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收納在背後 那看起來是很鳥啦 基本上 這不用收在背後 那也是把它折起來 折起來 隨便折折折折折 我也搞不清楚怎麼折 這邊 這邊是有個凸的 然後對 這裡 這裡是有個洞 那就把凸 插到洞裡去 插 基本上呢 收納在背後呢 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蠻鳥的 然後呢 這把武器呢 剛才收納在那個 車子的下面 然後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要變成一把槍呢 首先呢 就把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往下扳 然後這塊部件呢 把它 扳起來 扳到後面來 然後這個東西 可以往外拉一點 像這個樣子 基本上呢 這個槍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安裝方式也是非常簡單的 基本上就 插上去 那這款是插得比較緊的哦 沒那麼鬆 這款是OK的 所以這個 持武器的這個緊實度呢 是還不錯的 拿上武器呢 看起來是OK的 槍小了一點哦 這幾款玩具的槍都是小了一點 看起來是有一點尿尿的啦 就把它丟到旁邊去滾來哦 那我們這款第五款Generation Toy 這個工程合體的大力神 這個裝卸車 基本上我覺得它載具之下呢 是做的最差的一個 形態哦 但是綜合來看綜合來說呢 我還是覺得說 基本上做的是不錯的 尤其在這個人型的這個比例之下 以及它的可動度啊 各方面 看起來都是相當不錯 這個東西看起來有點臭 叫它滾開丟到旁邊去 走開 像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這款東西呢 它等了非常非常久哦 算是大家就是 有預購的人啊 都一直在等這款作品哦 等到說好像 都覺得都已經 快要沒有feel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款玩具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就是剩下最後一款 所以說呢 就讓人家更期待說 最後一款的那個玩具的到來 那今天這款Dump Truck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我叫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從天的Cybertron